主题是攻击 今天首先了解攻击的结构 为下一节课我们去绘画 用国画的形式去绘画攻击打基础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了解攻击的结构 首先同学们可以在这个图上 可以看到一幅像国画形式一样的攻击 可是它并不是国画 它是用我们线描的方式来绘画出来 并且用水彩笔涂色的 首先我们画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攻击的结构 刚刚我们说了 那么攻击的结构 我们看它整体的形状 身体整体的形状 我们把这个彩色的图拿一边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着色了 一个没有着色 而且一个下面增加了背景 一个没有增加背景 那么我们先了解攻击的结构 然后再去绘画攻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攻击的结构 首先呢我们看攻击的这个身体的大体的结构 为什么我们要看它的大体结构 以及它的大小呢 那么我们常常在看画国画的过程中 我们画攻击也好 画其他动物 鸟类的动物 琴类的动物也好 它们常常是从某一个部位 常常是从嘴巴这个地方开始画的 那如何控 画这个嘴巴的大小 如何控制这个身体的大小呢 就是说如果你开始画这个嘴巴太小了 造成你这个画面的主体物太小 那造成画面不美观 那如果画太大了 一会儿这个攻击整张纸都画不下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掌握不住它的基本结构 那么我绘画的过程中 就会常常画着画着就跑偏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先要了解 攻击结构的原因 那么我们在画之前 先看一下它的大体形状 总结概括它像一个什么形状 不去刻画它的细部的情况下 先看它大体的整体造型 以及在画面中站的主体位置 那么如果我想画一个这样的攻击 这两个是等大的 等大的 也要画一个这样的攻击 下面是有 我设计好的是有一个平台 这样有一个 突出它那个熊啾啾气昂的气氛 王者之气 这个架势 然后呢 旁边呢 我设计画一组机关花 这呢 是在我们那个中国的语音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写音 这个机关花呢 叫关 公鸡呢 有一个红红的机关 在清朝开始 我们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绘画题材 它的意思呢 就是关上加关 代表着你 这个非常的这个 特别是仕途啊 通达 然后呢 也向往这一种 即嘛 就是跟即 即祥的即邪音 我们以为画这种大公鸡 又叫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吉祥如意 所以我在这提字是吉祥如意 那我们在画一幅画之前呢 我们先要构图啊 心里想要画一幅这样的画面 画好 到底这个公鸡要画多大 到底它的特征 什么样的特征 把它的特征来呈现出来 给大家看 那我们心中先要做好 心中有数 才能做到下笔有神 才能做到下笔有神 那么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了解公鸡的构造啊 在画之前 我们拿一张纸 拿一张纸过来 这是我们等大的一个纸 这也是我这张纸撕下来的下面 等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等待那个怎么翻过来 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拿签笔带 朋友们看不清楚 我拿水笔直接画了啊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就可以看到 初空鸡的构造 先是 先是把这个公鸡的整体构造给它 想象成一个几何形体啊 什么几何形体啊 不是几何形体啊 也是一个基本的构造嘛 你看我这样 它的身体像一个什么形状 像一个什么样的几何形体 我总结不出来的话 我先把它总结成这样啊 弯弯的 它像一个什么形状啊 两边尖尖的 这边是尾巴 像一个什么形状 这像一个什么形状 弯弯的形状 弯弯的像一个倒着的月亮 这边呢 是尾巴 对不对 这是我们总结一下它的构造 然后下面 再画大腿 再画大腿 这是我们画 先把它总结成这样的构造 然后我们画画的时候 这上面是关子 大小 心中要做到有树 然后再从头部这个地方开始刻画 头部先用一个圆来表示 好 我们起行的时候 拿铅饼 可以在我们的纸上 先轻轻的起行 就从这开始 起行的步骤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起行 就是在我们的纸上 先画一个这样的形状 我要画在 我要画在这个纸的这个部位 把这个公斤 像一个弯弯的月亮的形状 或者你把它总结成几何形状也可以 三角形 这两个平行四边形加起来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常常是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 倒着的月亮的形状 然后这儿就用一个圆形来代表它的头部 这个圆形的头部确定好大小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确定它 你看它的嘴巴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开始画它的嘴巴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用铅笔 先在这个纸上呢 起一个形状啊 先在纸上起一个形状 我们把一个拿过来 拿一张纸啊 那我在这纸上 我说了 先画一个什么形状呢 给大家说了啊 先把这个弯弯的月亮的这个形状呢 给它确定下来 或者你画一个三角形 和一个平行四边形啊 然后呢 把这个头部的位置给它确定下来 用个圆给它确定下来 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画出它的嘴巴和眼睛的位置了 嘴巴在这个圆的中间靠右下的部分 那么我们先画这个嘴啊 先画 跟我们平常那个画国画一样 常常是从这个公寄的嘴巴开始的 公寄的嘴巴 我用这个水笔来画 朋友们就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好 我看啊 从这开始 我开始已经画出了这样的形状 可以这样 从这儿 这个图 从这个图的话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从这个部位开始 就画出这个鸡的嘴巴的形状 那么我们从这个 我们先在这张纸上 这样的话 我们把构图给它 就是用铅笔先打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铅笔画 你可以拿铅笔画啊 我就直接拿这个水笔画了 我们从这儿开始啊 你看 我们先在这个圆的右下部 开始画这个嘴巴的形状 嘴巴呢 上面上一个啊 从这个中列线开始画 先画一条斜线往下 这条斜线向下啊 这样我就很容易能确定这个大小 然后 这边的大小上边这个 在尖的这个部分啊 在尖的部分 然后这个上嘴巴 把这个地方画出来 看上嘴 我们又叫慧啊 这个就叫慧 嘴都叫慧 那个琴类以及鸟类都叫慧 我们说嘴呢 就比较通俗一些啊 上嘴 然后下嘴片 就是慧的下部 看 它有一个立体的 这样的构造啊 这面 然后 这面呢 有一点点 能看见这面有一点点 有一点立体感 这样画出来啊 这是它的嘴巴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 我把它再描粗一点 让它 朋友们看得清一点 好 好 这个嘴巴 在嘴巴的上边呢 我们画眼睛啊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两只鸡的眼睛 我刻意放在这上 大家比较一下 你看 这个 我们了解它的时候 鸡的眼睛啊 是这样圆圆的 稍微圆一点 长圆形 啊 长圆形 但是我们在 为了刻画它那个 雄鸡那种 啊 那种气势 雄鸡鸡鸡鸡鸡霜的气势 我们把它的眼睛呢 在画它的时候 我有意的把它加长 像一个道歬的三角形 像一个道歬的三角形 然后 这个尖不要太尖 画它的时候啊 不要太尖 然后这样呢 去让他的气势呢 就更加的雄 雄一些 凌厉一些眼神 去把上眼 这个眼睛加长 然后呢把眼睛画出来 流出高光部分 流出高光部分 是这样去画他的 把这个眼睛有意的加长 增添他的气势 往这走 看这我要在这画这个眼睛 我要画这个眼睛 斜一点 然后呢让他呢 有意识的给他加长一些 眼角呢稍微上调 这个眼睛呢 有意的加长 有意的加长他 有意的加长他 你注意他在这个小圆子 这个里边啊 画他的头部 好 下面呢我们要画他的哪个部分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部分是 鸡的头上 这个眼的旁边是耳朵 耳朵下面有一个肉转 然后下面这儿是有一个肉转 啊 有一个肉转 头上是机关 好 我们下面画他的耳朵 一个小圆孔是他的耳朵 啊 一个小圆孔是他的耳朵 再往下来画这个耳朵旁边 这个肉转啊 斜斜的 好 我们可以先用铅笔啊 你要铅笔的话 你给他画一下 先把这个形状给他 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呢 然后整体像一个水滴的形状 然后再做他结构的刻画 把上面的起伏给他一点一点的 这个结构给他 哎 画出来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好掌握 他的整体像一个水滴形 então story 这个 词 小事 主持人 那个 这里 好 除电 小事 词 这个 这 词 词 这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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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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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往下画啊 画它的 下面的肉绽啊 看它下面的肉绽整体成一个什么形状呢 我们可以画一画啊 在这个地方 它像一个往下垂着的 长方形 然后下面有一点姜啊 这样的形状 没关系 我用铅笔画完之后 我们用这个水笔 再给大家清楚的画出来 然后先画外轮廓线 然后呢 我画的时候 因为做到心中有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用这个起伏的线条 把它的结构 给它刻画的清楚一些 好 你看它整体像一个 像一个什么形状呀 像一个长圆形 你可以先把它当一个长方形 然后下面给它画的稍微圆一点啊 圆转一点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让它有一点转折 多出来一点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去画它的机关 先画一些啊 先画一下 好 我们画它上面的机关 我们往下拉一拉这个 我们把上面的机关画出来 上面的机关是一个什么形状呢 我们说要画一个大的机关 它才有气势 就像带了一个皇冠一样 你看我们从上走这样 哎 它有一个这样 带到它头上啊 带到它头上 这样一个大大的机关子 这样一个大大的机关子 像一个总体的形状 总体的形状 先把它分析成一个呢吧 一个呢的形状 然后在这个呢里边呢 然后我们再找它里面 细部的结构 一点一点的啊 然后这样弯过去 从这弯过去 拿铅笔先画一画 然后拿勾线笔就可以勾了啊 拿勾线笔就可以勾了 我要把它机关的位置找出来 还是要先整体后局部 先把大的轮廓做出来 然后做这些小的部分 机关的部分 哎 好 把这个机关子 熊啾啾香的机关子 给它画出来 你看它整体都是在 我们刚刚画的这个 这个结构上走啊 这个圆圆的头上 我再强调一下 拿铅笔画一下它的头 是不是在这个头上 头上画完之后 然后那个头上长出 这样的机关 先用整体的 简单的图形 把它给概括出来 然后再分析里边 内部的构造 好 这个不要着急 画的时候慢一点 慢一点 你拿铅笔先去画啊 拿铅笔先去画它 哎 拿铅笔先去画它啊 你看这个外形 然后我们勾它头部的 这个轮廓 把这个轮廓给它勾一下 它整体的三 整体的头形呢 中间你看 我们把它概括成一个圆形 它整体那个 这个头呀 一直到这儿 它像一个三角形 它像一个三角形 对吧 它像一个三角形 哎 然后呢 我们用 起伏的线条 把这个 它那个 嗯 头部 颈部的这个绒毛呢 给它表现一下啊 这边还能看见一点 头的位置 嗯 好 你看 胸揪揪起 昂昂昂昂的这个颈部 你看 一直到这个颈部 到这个地方 像个倒着的三角形 就出来了 看到吗 嗯 好 先画一画啊 画完之后呢 我们看它的下部 这个三角形的下部 也就是我们画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话 这个月亮 要把这个月亮画出来 弯弯的 就这个肌的大小啊 身体的大小 从它弯过去 像一个月亮 然后我们看细部 呃 直接把这个胸 胸部的毛 可以勾一下啊 也可以等会再勾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简单的把它分几步 呃 三个部分吧 一个 上面的这个 这个胸部的绒毛啊 呃 前面先勾一勾 这个 哎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 前面这个颈部 啊 把这个用 用这样子 像倒着的三角形啊 交叉的 倒着的三角形啊 把它这个 颈部的毛呢 先勾一勾 先勾一几笔 好 简单的把它放点 颈部就分出来了啊 颈部就分出来了 好 好 这个头部是不是画出来了 大家的视野是否清晰 我们再往下来一点 这个头部画出来了是不是 画出来之后我们看下边 我们画下边 下面接着画我们要画身体的部分 然后我们要把翅膀的位置给它勾出来 同样呢我们可以先拿出大家的铅笔 刚刚我们画我画重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了应该 刚刚我们画了是这样的结构 我们说了先让大家把这个月亮的形状 像个弯弯的月亮的形状给它画出来 在这儿 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开始有机的尾巴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儿有机的尾巴出来 好然后呢我们就说 把这个翅膀的像一个倒着的三角形 这样一二看这儿啊 三像个三角形一样给它画出来 铅笔可以看出来吗 这个三角形应该画出来啊 然后呢把三角形给它画出来 拿铅笔就很容易修改 也很容易掌握它啊 很容易掌握它 先从大部大部着眼啊 看哎我教大家怎么画 把这个地方三角形画出来之后 我们要画它的翅膀 这个翅膀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大概画一下 这个结构图啊 刚才我们说了先画出来这个公积的这个 呃 翅膀在这个位置 翅膀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样 三角形在这儿 在这个三角绳上面我们分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看这个结构图啊 并列看 看这个结构图 这还要分三个部分 因为你看 我们在画它的时候 这个 这上面有个像鱼鳞一样的 羽毛 这个叫小翼鱼 小翼鱼 覆盖的啊 小腹鱼 小腹鱼 覆盖的像鱼鳞一样的 叫小腹鱼 然后再往下 你看稍微长一点 就分为两 两部分 第二部分的这个是 这个叫小翼鱼 啊 再往长 再往下最长的像刀一样 这样长长的形状 这个叫飞鱼 它是管那个 攻击的那个 啊 飞翔的 就是鸟类都有这样三个结构 我们以前画 喜鹊的时候 见过这三个结构 一个是比较短的 像鱼鳞一样的羽毛 第二个呢 就长一点的 稍微长 长一点的形状 第三个就像我们水果刀一样的 那个细长形的这样的形状 这个就是飞鱼了 或飞翔了 就比较长的那个羽毛 把这个在三角形上 在我们像翅膀一样的三角形上 啊 像翅膀一样的三角形上 分出这三个步骤 这个三角形上 分出这三个部分的羽毛 不同的形状来刻画它啊 好 我们接着来画 看这个地方 我们画翅膀的时候 这三个部分 再看啊 这三个部分 这个地方是要画像鱼鳞一样的羽毛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小翼羽 再往下是像刀一样形状的羽毛 好 我们下面开始 在这上面刻画了啊 先画一个三角形 画完三角形之后 我们就开始刻画了 这个翅膀呢 你看在三角形的基础上 在三角形的基础上 我们要的往上走一点啊 好 这个翅膀呢 好 这个翅膀呢 从这过来 哎 大一点 还有一点点 从这过来 这上面呢 这个结构 我们把它待会儿要画成红色 红色啊 然后从这开始我们要画它的小翼羽 小这个小复羽 下来 像一个对号 先画出最上面这个最大的 就像画以前我们画鱼鳞一样啊 它弯弯的这条线条 往前走 啊 然后再画一个 重一点 哎 分开 从这个中间 从它的中间或者是三分之二处起来 往上画 往下画 哎 把这个羽毛 就像鱼鳞一样 给它画出来 每次起点都在上一个点的这个地方 你看 每次这个起的时候就找另一个 另一个的点 哎 把它连起来 啊 在这 连起来 在这 再找一个点三分之二的地方 连起来 你看 这样去画它啊 在这 再找一个点 连起来 啊 在这 再找一个点 连起来 是不是啊 啊 这样去画它啊 好 这是像鱼鳞一样的这个羽毛 就这样去画它 弯弯的 像鱼鳞一样 我们会画鱼的时候也常常用到 把它画粗一点 让它们看得更清楚啊 看 这个 这儿的羽毛就出来了啊 最上面这个叫 啊 这个最上面的羽毛 覆盖了一个像鱼鳞一样的羽毛 它叫小腹鱼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要画一个小翼羽 长一点 比这个鱼鳞呢 长一倍 长一倍啊 在这下面覆盖着 我要画五个 先画中间这个 先画中间这一片 长长的从这下来 哎 看 这样的 长长的从这个地方下来 好 再画一个 就比它短一点 再往边上就更短一点 这边呢 画了三个了 再往下来 往下来 画这儿 哎 哎 这一共是五个 一二三四五 就五个就出来了啊 好 然后我们顺着它的形状 要往下边画上面 长长长的羽毛了 呃 有的公鸡是会飞的 会飞到树上的啊 大公鸡 为什么我们要画鸡呢 中国人特别喜欢画鸡呢 是因为有中国有一个文化在里边 传说啊 女娲造人啊 首先啊 第一天她就拿这个 拿她的土啊 就捏了一个鸡 然后呢 才捏出了啊 猪啊 狗啊 羊啊 牛啊 这些 最后呢 才造了人 啊 好 往下 我们先 仁仁先画中间这个啊 中间这个长长的 下来 它有点像我们水果刀的刀片 发现了没有 哎 长一点 这个飞鱼嘛 往长的啊 说女娲第一天造了人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才去造了其他的动物 所以呢 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 常常呢 去啊 画鸡 去祈求一年的顺利 富裕 财运 吉祥 好 看我画了四个 一二三四 四个长长的飞鱼 第五个我还要画 但是呢 我要跟它的边缘线连在一起 看我们要画这个翅膀 刚才就是我们说三角形的这个边缘线了 从这儿往下来 有一个线 哎 拉过来 连上它 你看 第五个羽毛也有了 一二三四五 就五根 哎 五根 最中间这个是最长的 看 它整体这个翅膀呢 像一个三角形 像一个三角形 我们把胸肌这儿再给它画一条线 让它胸肌这儿让它更明显一点 好了 你看它的大翅膀出来了 嗯 然后呢 我们要画它强壮的大腿 前面的两个啊 先把这个大腿给它勾出来 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啊 仍然是把它的腿啊 你看 像一个我们都吃过吉他腿 他腿特别凶壮 这个地方是胸部啊 这个地方是胸部 胸的部分 我们从这儿开始画一条线 看 这样啊 画一条线 连接到它的翅膀下 你看 这是一条大腿啊 很粗壮的 大腿啊 然后这边也是的啊 这边也是的 这边也是 这边呢 也是 这个 这个是胸肌前面 哎 把它往前走 跟它这儿啊 两个大腿的构造 你看 这样先勾出来 是不是 这样勾出来 大家都可以看到 哎 先把它的外轮廓线勾出来 这个倒着的也像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倒着的三角形 它相当于一个三角形 加了一个长窗形 好不好 是不是 相当于一个三角形 加一个梯形吧 像更像一个梯形 这个也是 随着它的形式下来 两条 两条 待会再说爪子 待会再说爪子 那如果说你说我不想让它这么大 你可以把它画得小一点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在勾线的时候还可以 还可以修改 它的造型还可以修改 好 然后把它的腿 腿画一下啊 那我就不画这个 把这个去掉了 以免影响视觉啊 以免影响视觉啊 我们就直接画 往下看啊 仍然是 我勾线的时候 你画完这个大体的结构中 你要勾这个线呀 勾线的时候 注意这个 它的用线的灵活和变化啊 让它用断断续续的这种线条 表现出它那个羽毛 还有它的结构 好 看这条大腿 后边这个啊 前面的 胸肌 胸的位置 好 这两条大腿 我们就画好了 下面就是我们画刚才那个弯弯的月亮的部分 对不对 嗯 然后背部呢 现在我们要看它的背部 背部呢 要画下面画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尾上腹语 尾上腹语这个地方 我拿铅笔画一下 大家看像一个半圆形 尾上腹语 这个地方是毛茸茸的啊 毛茸茸的透露出来 在这儿 在哪儿呢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刚才画这条线 在哪儿 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在翅膀的这个啊 再往上一点 翅膀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翅膀上面这个地方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小圆圈呢 就把它给用那个虚线呢 给它表示出来 显示它们那个羽毛的这个蓬松感啊 小圆圈 在这翅膀上部的地方 连接着它这个啊 这个 这个地方 哎 进步的这个绒毛 进步的羽毛 在它靠 稍微靠后一点的地方啊 我们用短短的小短线 哎 发射性的线条 把它这个镜上的这个维羽啊 给它表现出来 有点圆啊 长圆形的 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呢 啊 这上面的小羽毛 靠着中间的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 先画中间这条线 然后把它像个片叶子一样画出来 先画中间这条线 然后像叶子一样的画出来 先画中间这条线 像叶子一样把它画出来 先画中间这条线 哎 然后再画旁边的线 看 啊 这是尾上的这个小腹羽 下面呢 我们就要画它的大尾巴了 非常神奇的大尾巴 画尾巴的时候注意 同样我们先画尾巴的手 我也要先画什么呢 先画尾巴中间这一条线 先画尾巴中间这一条线啊 先画尾巴中间这一条线啊 好 好 我们从这开始啊 从这开始 来一条线像发射 发射一个烟花一样 把它给发射出去 然后从这个地方也是像发射个烟花一样 给它发射出去 长长的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发射烟花 以它为中心 给它发射出去 好 再往下 它是往下的烟花了 往下走了啊 哎 哎 看 一二三四五 这五条是我的主要要安排的位置 羽毛的位置啊 一二三四五 这是我最大的五片羽毛的位置 然后其他的羽毛呢 都会在这根羽毛的后边 就是位置要靠后了啊 这个 这个羽毛的是靠中间 前面 上面的部分 有覆盖关系的话 它在上部 其他的羽毛都在它的下部 主要先从这五根羽毛开始画起 一二三四五 看到了吗 好 拿铅笔画完之后啊 知道它大概形状之后 我们把这条线呢 你看 一 好 二 你看 前面宽 后面窄 让它有一个中间的过渡啊 前面宽 后面窄 这是中心的部分 然后 把它给画出来 好 这边呢 我们用线条呢 有点变化啊 哎 这边有点变化了 还是这个结构 但是呢 我们用 不同的线条 这个羽毛的感觉就出来了 这样啊 哎 到这之后 我们让它翻过来 看 看 像一个三角形在这翻过来了 好 先不管它 因为下面我们要画第二根羽毛啊 好 第二根羽毛也是这样画 往上走 哎 我让它够一点 前面窄 后边 前面窝 后边窄 大家看得清楚啊 看 这样画它啊 然后呢 一样 上面这个线条 我们用实的线条 给它画出来 下面这条线条 下面这条线条呢 我们用 短的 哎 把羽毛那个绒毛感 给它画出来 哎 第二条 好 第二条 这个也 待会儿要弯一下 等会儿再弯它啊 第三根 在这个地方 一样的 同样下边的我们画出羽毛感 第三根 啊 第四根 在哪呢 把它再画的靠上一点啊 再画的靠上一点 不要这个 嗯 再画靠上一点 好 在这儿 出来了啊 哎 先画中间的这个啊 其它为中心 像放烟花一样 像四处 飘散 哎 看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三根 还有一个第五根 第五根 在这儿 下边 靠下方 以它为 这五个为主要的啊 其他的都是次要 其他的都在后边 一二三 尾巴上的大羽毛 我给它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我再说这个遮挡关系 你看 这儿 这个大羽毛 先把它这个翻过来 翻过来的这个面 待会我把这个面 给它画出来 稍等朋友们一下啊 拿下来一点 再剩来点吧 这样的整体点 得需要整体点 好 看这儿啊 看这个地方 看 我先把这个翻转 给它翻过来 哎 这儿 好 第二根羽毛呢 从这下边这儿过来 它也从这儿过来 看 哎 它从这儿过来 翻过来了一点啊 有一个翻转的效果 在这儿 哎 就这个尾巴这样的话 看上去更立体 更长 更漂亮 更神器 然后呢 我们下面 要画遮挡关系啦 对不对 遮挡关系怎么画呢 从这两个羽毛的下边 我要伸出一个羽毛 你看它是 仍然是成三角形 我要先画一下 是这样 看 它是三角形的 仍然是三角形的 但是所不同的是 这次我们要把 下面这根 给它画成实线 上边呢 我们用 哎 一段一段的线条 表示出羽毛的这个 起伏感 看 两个 两个这个羽毛 下面有了第一根 对吧 然后 我要在中间 再加一些小的羽毛 你看 这儿还有 对吧 这个地方我还有 对不对 哎 这儿还有 这下边的小羽毛 这一下这上面就 羽毛层次就多了 对吧 嗯 就丰富起来了 这个羽毛呢 我也是 下面也要有羽毛呀 对吧 然后在这儿有个小小的绒毛出来 用小虚线画出来 它 先画中间这条线 然后以它 有一个小小的 这是一层有个比较绒毛的 然后再画一个 先画中间这条线 仍然是先画中间这条线 哎 上面有一个 你跟老师不一样也可以 多画几根也行啊 看你的画面整体构图 你多画几根 少画几根 都是可以的啊 这儿 这儿我画了一根 这儿我再再画一根 这都是下边的羽毛 就是层层叠叠关系这种羽毛 它呢就按照你的画面 整体的构造 你看 这个大尾巴出来了 非常神奇 非常神奇的大尾巴出来了 那么有一点是不能或缺的 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尾羽 和这个异羽中间 有一些覆盖下面的小绒毛 就像它们脖子上的 这个小绒毛一样 我们用三角形呢 给它表示出来 小的三角形啊 小的三角形 像一个三角形 不要画的太 太像几何理的三角形了 然后这边呢 往后飘一点 这边呢 往前飘一点 这个地方的羽毛 就比较细碎啊 细碎 看 这个小绒毛的感觉 看这个神奇的大尾巴 就出来了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画它的脚 脚呢 稍微有一定的难度啊 这个脚有一定的难度 你们呢 一定要怎么画呢 一定要看老师的笔啊 一定要这样画 先用一条线 我们以前说过的啊 先用一条线去概括它 然后这个三指朝前 它的脚是这样的啊 然后后边有一指朝后 公鸡所不同于其他鸟类的 它是和琴类的啊 它很多的鸟没有这个 但是它后边有一个这样 我们叫它去像一个小刀一样 是吧 它像一个小刀一样的这样 像刀一样的在它的 爪子的上方啊 好 然后你看三指朝前 一指朝后 对吧 我们以前说过小鸟 它属于 琴类也是鸟啊 会飞的 它比人少一个小指 然后三个指头朝前 一个指头朝后 抓树枝的时候 这样抓 对不对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呢就挡住了 不用再画了 然后 换完它的主体结构之后 我们去勾画它 直接勾画它啊 比它要粗吧 在这个主干的前面 要加上 要加粗了 对吧 我们要加粗啊 要加粗 在这个脚的转折的地方 我们要加转折 转折啊 哎 这是它的 它的脚步 脚指甲前面有个指甲尖啊 指甲尖尖尖尖的 尖尖的 它跟我们一样呢 指甲在上部 下面肉比较多的 在下部啊 在下部啊 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样你看 它肉垫在哪啊 在下边 对 在下边 啊 看中间的这个是 它的代表这个 上部和下部的这条线 画出来 啊 在中间 这条线 我顺着它走 不要太直 让它有一定的 弯曲的度 上面 像皮肤 它的皮肤的地方 看 这是中间这个脚趾啊 中间这个脚趾 嗯 往下来 再看第二个 有这段关系的 跟它啊 仍然是这样 先画上面的这个 这个 啊 皮肤的部分 然后尖给它出来 紧紧的尖 画肉垫 一 二 三 然后呢 把这条线画出来 然后皮肤 好 出来了啊 这个地方呢 不能画到最后啊 终于像人一样 前面是找 中间是这个 手掌的部分 中间要留出了一个 你可以先画一个圆 这样 哎 这个地方是脚掌的地方 要空出来的啊 然后画这个 这个往外去的 这个脚趾啊 往外去 它这个是往后去的 好 先画这条线 中间的 然后呢 上部 脚 脚指甲画出来 啊 然后下边的肉垫 上面的皮肤 然后呢 啊 然后把后边这个脚指 也画出来 后部啊 这个脚后部分 好 然后这个三指朝前 一指朝后 我们画 朝后边这个脚指了 这个脚指甲画出来 肉垫在下边 上方是 上方是皮肤的部分 这儿有一个锯 我说过了 像一个小刀一样 这个地方很锋利的啊 这个地方很锋利的啊 这是这只脚 强调它的这个掌部 好 这是这只脚 我们画另一只啊 一样的 一样的方法 我们画另一只 先画中间这条线啊 前边的 中间的 先画中间这条也行 前边的啊 在脚步转弯的地方 打几个弯 那么 这是肉垫的部分 强调啊 肉垫的部分 强调 这个呢 有折挡关系在 好 我们把这个锯也给它画出来 侧面 好 看 这档关系在那个 这有一个纸 后边这个小纸在后边 我们就不用画它了啊 就不画它 看 两个锯 击找啊 两个锯 击找 这个角度 看是四指 后指 看得见 这个角度 我们就稍微侧一点 看不到了 看 这个角 出来了啊 好了 已经六点四十五分了啊 我们已经画了四十五分钟了 我们休息一下 让李主席跟我们讲一讲 有关中心的一些事情 讲完之后我们加勉就接着讲 如何去给这幅画着色的问题 好不好 李主席 好的 要完成我们的构图 请把画面给我们切一下 我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 好 我们接着把这个画给它画完啊 让这个公鸡呢 站在一个高台上 哎 这个我们可以有点起伏啊 好 然后让它站在一个高台上 好 然后下面我们不再画了 因为我要留出画花的位置啊 画花的位置 好 然后呢 这边我们要画机关花 我们直接机关花就直接画了啊 特别简单 告诉大家 我 我这上面用了 好几种颜色 但是大家最基础的用这两种颜色 就先给它把形就可以造出来了啊 好 我看啊 你看机关花的样子 它就非常像一个机关子 看 下面像一个倒写写的W 像不像 像写一个倒着的W 看看像不像一个倒着的W 然后把这个边缘给它编的 哎 你看 哎 边缘多加一些波浪 倒着写的W是吧 然后呢 我们下面可以给它 哎 直接给它画上 像个三角形 对吧 我们直接给它连上 然后就直接往下拉 然后可以多用一个颜色 增加它的立体感 再加一笔 然后在上面点上点 可以多用一点颜色 你的笔的颜色多的话 加一些深色 加一些深色 它就有内涵一点啊 哎 它上面有一个 大家见过机关花 是吧 都见过机关花 就这样的啊 就这样的机关花 给它画出来 多画几个就可以了 往下可以勾一点 也可以不勾 根据它角度的变化啊 你可以 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出来 然后可以画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像 有点像柳叶 也有点像那个 夹猪桃的叶子 有点狭长 但是它比较软 可以画一些小叶子 在上面 长长的 先用笔给它画出来 然后呢 就用我们 再用我们的这个勾线笔 把颜色给它勾一下 然后画 你看 这样 它的叶子 上面 小的啊 它就出来了啊 这个角度就出来了 然后画一些细部 在这个地方 画一些小毛吗 机关花的这个小毛 变化 看 一个机关花就画好了 我想让它颜色有变化 我就再加一些立体感 就别的颜色增加一下 重色加一下 它的立体感就出来了 那么 关上 加关 哎 这个机关花又出来了 大家可以在上面再画 一二三 再画三度 这个地方画三度 下面我们说这个 然后远方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画一个小山啊 我也是用两个颜色来画的啊 两个颜色来画 两个颜色 它就更 更这个 较亮一些 更有立体感一些 哎 加一些 亮部的 就出来了 看 拉一拉 可以用紫色啊 这个山就出来了 啊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彩签 彩色签笔画 可以分出来 这个背景 我先给它出来了啊 好 看 这个整体的构图就出来了 啊 这个台字 机关花 我放到这 机关花的画法 还有这个画法 都出来了 我在这个地方 在这幅图上 也是画了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五朵 机关花在前面 然后这个地方 远远的 我虚虚的画了一朵 这是有一个太阳 在这啊 然后这边落款 就可以了 我说一下 公鸡的着色啊 在一个地方 至少要用两种颜色 比如说机关子 我们先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涂浅色 把亮部涂出来 啊 你看我用这两个颜色 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 这个黄色 稍微浅一点了啊 橙黄色 我把亮部给它出来 因为重的颜色 可以盖住亮的颜色 亮部给它 先突出一点 好 然后呢 趁它颜色未干 我上大红啊 我要把大红色给它出来 这个机关子就出来 哎 亮部躲着它走 它自然就会有一个 生化它的效果 自然会有一个 生化的效果 它的颜色没有干 它会自然的 渗在一起 我还有意识的 可以留一些白色出来 然后它就觉得 那个地方就更亮 对吧 嗯 这个机关的 感觉 啊 然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些 再回来一些 你看 我还可以再用重 更重一点的红色 再加一个层次 这样它的立体感就更强 啊 特别是画眼睛这个地方 眼睛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的啊 注意这个眼睛的周围 要涂红色啊 周围要涂上红色 啊 这个红色 哎 这儿 好 我把亮部给它 先空出来也行 亮部空出来一些 待会儿 我再涂这个颜色 亮部的颜色 然后 然后用一个 两个颜色 去突出它 甚至是三个颜色啊 哎 它就有一个 它就有一个 立体感 真的 没干 两个颜色 有一个融合 这是水彩笔的用法 水彩笔的用法 看 它就比较立体啊 立体感 就比较容易出来啊 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下面都是一样的啊 都去涂色 翅膀啊 我把这个图呢 放在群里面 大家一看就可以 一看就会了 这个涂色的方法 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个红色 在这块 拼凸 这个涂色是最简单的 我们要把涂效应 三种 我用在这里面 我用三种颜色 在这个翅膀 这个叫淋雨 这个地方 像是淋片一样的 小羽毛啊 先把最浅的地方 给它涂出来 你用彩纤 也是这样啊 彩纤也是这样 涂 都一样 只不过彩纤 它更细一些 更细致 出现的画面效果 更细致 我们在课堂上 太浪费时间 我们就 不再呈现它了 画彩纤的话 我们要画很久 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你看 这个颜色啊 变化就出来了 你看 用三个颜色去涂它 这个翅膀 是不是就出来了 再来 哎 反复去涂它 看 这个翅膀的变化 就在这儿 一样的 用三个颜色去 去涂它 都一样 除了这个翅膀之外 其他的地方 大家一看就会了 看就会了 我把这个图好的 这个 图片 发给大家 能不能把声音打开一下 有什么问题 让朋友们问一问 主席 金刚老师 能不能把声音打开一下 谁有问题 已经打开了 马老师 你这个 公主的头 头部看不见 公主的头部 你着色 它没有看见 好好好 这样 画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好 就是这样 涂色 涂色的方法 就是这样 能不能把 往中间点 我们照起来 你带着 那个上好色的 上好色的 上好色 往中间放 我们照一下 看看这颜色 好的 这个 这个就涂好色了 这个方法 大家都会了 用三支笔去涂它 放在这 老师那手挡的 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三支笔 三支笔 先涂亮部 最简单的方法 是先涂亮部 因为 重颜色 能盖住 这个亮的颜色 用三支笔去涂它 用三支笔 显色 对 先涂浅色 再涂深色 然后让它那个颜色 有一个过度融合 它就比较 画面颜色 就更丰富 更漂亮 这样 白的地方是留白的是吧 白是留白 过度 颜色 过度那块怎么能 特殊加工一下 能过度的好呢 过度就这样 再来一个 就这 这个尾巴 这个地方 看一下 我们先涂浅色 这次先涂边缘 把边缘涂了 边缘涂了以后 涂再涂中间 就是不要让它 待的时间太久 你看 不要太干 不要太干 然后让它融合一下 看我们把重色 给它割中间吧 这不是还是三个圈吗 就觉得没有融合 一样的感觉 我们翻过来 再用一次 然后让这个颜色 在这旁边 给它揉合一下 再柔和一下 那中间那个绳 对 它就慢慢有一个过度 然后再倒回去 再用浅的再来 这样就过度 是不是 这样的话反复一下 就是先从低 先从低的到 再这样过度一下 是不是就非常自然了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个方法 明白了 好 就这样 好吧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有什么在群里聊 还有那个兰花 我会继续 继续追它的那个 我们以前画工笔兰花 一步一步的上 一步一步的上 我会给 在群里继续给大家说 怎么怎么去上色 好吧 好 好的 谢谢老师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 你把这个图画的群里 可以了 身上的羽毛 这个羽毛 尾巴的羽毛和身上的羽毛 是黑色的 对 它是翅膀是红色的 然后我尾巴和肚皮 大腿是黑色的 黑色的 好 黑色的时候不是用的纯黑 我用的是黑色灰色 这三个颜色 同样是三个颜色 看到了吗 好的 谢谢 你用彩纤也是可以的 我一直在说 彩纤里边颜色更丰富 你主要把它 这个深浅颜色 一组色给它配开 同样是黑色吧 比如说浅灰 深灰 黑色 这样就可以 对吧 这三个颜色 有一个变化就可以 就很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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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 不辛苦 好 就这样 再见 谢谢 谢谢马老师 你赶快上班去吧 能不能分享一下 那个绘画群的二维码 绘画群的 我刚刚说了 绘画群那个 那个不能 那个已经 我刚刚说了 已经超过200 已经超过200 不能扫满了 我刚刚不是发了一个 中心的二维码吗 你加这个微信二维码 加了以后 你说你去绘画群 给你拉进去 好吗 好嘞 好嘞 我刚刚说了